為琴糕看世界 看你新琴糕 穿起臉頂的琴糕 走啦 歡迎收聽秘密之一 我愛申鉤 大家好 我是會好說第一就說第一 不會好說第一就說話你的臉大米 歡迎收聽七月三十 努力六月二七的我愛申鉤節目 一開始流幾季 申鉤爆一下 收生是笑聲很香良的小劉佳麟 提供的消息 潛高的小劉和萊生的螞蟻 曾凡一大哥 這兩個很愛搭水果的收容 現在說到好受力的問題 就是一齣政策的大戲 聽到的人都算賺到 到底是爲口地破比較好 才是用笑聲的福修力比較好 哪有機會 我們一定會為大家做一張失控的轉捕 讓我們更了解友善工作的各種困難 這可以說是一種越彎感情越好的 友善小農相處模式 雖然小劉是贊成爲口地破的 不過他看到螞蟻曾凡一大哥 他爭三個殘 福修力竟然都用手掌 常掌到早上三點才回去睡 感覺這個人真是小的 不過也很少人欠佩 所以最近螞蟻的地方要收掛了 小劉基本的小農應援團 我們當然也要來歐宴集團一下 這禮拜日也就是7月31號會補三點 在來時有些年迷藏集合 不管你是專家或是肉侠都可以補名 因為前年有很多當初去讓福修來吃去 後來這麼補的餚子 所以看板大閒的這些地方 大家來做會用秋冬收掛 小劉說 不管你是要來起床 他才是要來跟他做朋友都很歡迎 不過要記得 拿笑笑要是要拿點檔 好不好 活動詳情請在FB搜尋 小農應援團 送來來是白曉公代理的 電文社社長提供的 高難度台語教學 曬骨子的台語叫做 啪切啦 追女朋友的台語叫做 啪切啦 來請大家跟我唸一遍 曬骨子 啪切啦 追女朋友 啪切啦 話說 深溝江湖上這幾年都謠傳 樂生米的雨薰只會曬骨子 但是不會追女朋友 台語說 雨薰只會曬骨子 不會曬骨子 不會曬骨子 好理教授 今年這兩行都會曬骨子喔 哪曬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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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雨薰 拍的骨子 也實在太多了 白人 每個拍三分 第一 已經連要拍骨子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這根本不是在拍骨子 是在拍骨子 中文解說 這根本不是曬骨子 而是曬骨子 曬骨子 曬骨子 和曬恩愛差很多喔 拍到連阿虎也撞不掉 還這樣拍下去 早餐要不曬骨子 分手吧 我們分手吧 不要再騙我說 你還愛著我 你我的夢 社長Over的忠告是 在曬骨場上 可以邊曬骨子 邊曬恩愛 但很容易曬出火氣來 呼籲各位 在曬骨場上想分手的情侶 炒完最好盡快複合 因為後頭還有一堆 包米出火的工作要一起做呢 千萬別情理說分手 否則這年頭 還能去哪裡找 願意跟你一起曬一甲二的伴侶呢 是不是 宇萱 Over 你怎麼不關你了太多 人家是要拍骨子 他才是要拍骨子 他才是要拍骨子 到底關你屁事啊 在這裡我愛順告的節目 但是要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 在了當前阿虎這麼辛苦 拍骨子 也要跟烏魂鼓勵拍拍手 這麼厲害拍歇 待會烏魂點一首歌 送到阿虎表達他的心意 這首歌就是七情人之恆 好 回到我愛上溝節目現場 最近天氣這麼熱 跟大暑這個節氣有關係喔 因為上周五 剛經歷過農曆二十四 節氣當中的大暑 那是一年當中天氣最熱的時候 不過發明農民力的人 應該沒有想到 地球會暖化的這麼快 全世界各地 每天都在破高溫紀錄 而就在大暑的隔天 也就是七月二十三號 周末深溝村 有一場一年一度的收割聚會 那是賴清松大哥 為股東們特別設計的 收割慶祝活動 難得的是 這已經是第十三年了喔 就如同他自己在邀請寒上所說的 在這個嬌陽烈烈的熱情季節裡 清松照例邀請大家到田邊相聚一堂 無論是帶著大人小孩 來看看餐桌上那碗米飯的來時路 還是和三五好友 一同赤足感受泥土的溫潤都好 清松除了會依舊保留一方黃熟的稻豬 讓大家共同揮汗 完成今年割到最後的工作 當然更歡迎你一起來參與 股東三節的市集 無論是自慢的料理 或是手工藝作品 您的參與都將增添 股東市集的多元色彩 以上就是清松大哥 描繪出詩情畫意的收穫劇的場景 當天果然吸引了好多股東們回娘家 還有小農市集擺攤共襄盛局 雖然說你可能因為酷暑難耐 或者是生活忙碌無法親自前來 沒關係 大丈夫です 這種事就交給米米之音 大米特地邀請兩位好朋友 大莊和大君幫忙 為這場活動做紀錄 所以大家用聽的 也能感受到宜蘭深溝村 這一場活動的精彩片段 準備好了嗎 大家猜猜看 這個收割的Party要開場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猜猜看 3 2 1 打不出來對不對 請主辦人賴清松大哥告訴大家 有小朋友 雖然天氣很熱 全部都躲在這裡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歡迎大家到 古東俱樂部深溝來 然後來幫助我們完成今年收割的動作 其實往年都是最後才用手工收割 今年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田到現在 黑糯米還沒割 對面那個鮮十大還沒割 全部六甲半的田地 通通還沒割 只有我們這個手工田最早割 那接下來我想還是照往例 雖然天氣很熱 我們都想要拖時間 但是無論如何 農夫種田是看天吃飯 所以我們要割稻子之前 一定要到廟裡頭去到三關宮去 祈求土地公祈求三關大地 祈求老大公老大公 保佑我們今年收割一切平安順利 而且颱風沒有進來對不對 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颱風進來的話 我想其實不管是看天吃飯 或者是看電腦吃飯的人 大概都沒有飯可以吃 所以待會請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到廟裡頭去 然後我們謝謝三關大地 謝謝我們的提供貝 然後待會我們回來 應該太陽會比較小一點 我們就開始下田去 請大家幫我們收割好不好 好那歡迎大家 小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也一起來 小劉你幫我們張羅一下後面 OKOK 我們一同分這裡拜拜 拜拜 三關大地的財政主 今天要帶給我們在地的古董朋友來這裡 要參加我們這個 道國地方的工作 希望我們三關大地的保備 一起來順勢便宜 也感謝三關大地的保備 今天方胎一起來 都沒有影響順勢 感恩 喔 原來 扮這個掛到我會收貨具 我當之前 就要先去三關宮拜拜 求便宜 大家是不是都有聽清楚 這段青雄大哥 他跟三關大地說的悄悄話 這要學起來呢 因為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那些人拿來的時候 是要按照到心面開槓 多聽多學就對了 接下來當然就是要上戰場啦 不管大人還是小孩 都已經手拿鐮刀 準備要徒手割刀了 這時候示範標準動作相當重要 還是得請出最資深的戰士 輕鬆大哥出馬才行 大人到天裡頭 翻身輕鬆主廚割刀子 好不好走 好 鐮刀要交多少鐮刀回來 好來 然後旁邊這個稻草 其實稻草是我們鄉下 鄉下人常常在用很方便的東西 拿過來以後 我們剛才已經割了四把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用我們手腕的力量 要離緊它喔 不要怕 因為你這樣四根稻草 基本上你是扯不斷的 然後 在這邊用手做一個結 然後就扭轉它 轉它 轉它 然後轉到它很緊之後 然後從這裡 空隙不可以很大 就是要稍微有一點用力把它塞進去 因為到最後我們要把這些稻稅倒掉起來 像日本人的農夫這樣子把它曬乾 那如果沒有弄得很緊的話 你從這邊拿到那邊去 路上就會掉一地 然後如果你只是剛剛好緊 在那邊可能三天後 也是掉一地 然後你們回家 非常高興 割了稻子 輕鬆叔叔就天天來這邊 十歲給稻米 這個事情要盡量避免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 學到正確工作的那個方法 然後 再一會後面 可能比較大的朋友就 割好了齁 你們綁了幾把 就往那邊送 我會在那邊等大家拿過來 我們就掉上去 會變成一個蠻漂亮的那個 在稻子的地方 這樣好不好 這樣聽懂了齁 最重要的就是齁 安全第一 在這邊已經有13年齁 我們割了13年 有一個人割到 有一個小朋友割到 他是割到手還是割到腳 你們知道嗎 他是割到 人家割到子 他是 你們都想說割到子 他割到腳 而且那時候是很厲害 他就看人家在割到子很快 他就這樣子 是不是 割起來之後 哇 好像刀神那年是不利的樣子 割不斷 很用力拉過來之後 我有給他手套 好像我沒有給他 這 防護鞋 就割在這個小腿上面 所以 無論如何 安全第一 因為各位小朋友 平常都沒有使用這種工具的習慣 所以只要有小朋友在的地方 旁邊 希望大朋友都幫忙 他可以理一下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 來 在三十五六度高溫下 體驗農夫割稻子 每個人都汗如雨下 小朋友們經歷過之後 我猜他們回家 以後吃飯大概都會把碗裡的米飯吃光光吧 因為從課本讀到農夫重到 莉莉皆辛苦是一回事 但是自己夏天流汗要自己擦 那種辛苦就不一樣了 除了夏天 歌到 今年在活動現場擺攤的小朋友也很多 他們不是玩玩的而已喔 而是很認真的準備商品 更認真叫賣 這樣的暑假活動安排是在令人敬佩 特派員大莊也很好奇地問他們的心情如何 手工要十圈 一棟四十塊 要買要快 戳戳樂一棟二十塊 三棟五十塊 你們為什麼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好玩啊 因為我們想要體驗 割道是不是 還有那個 自己買東西 買東西 所以你們今天來這邊擺攤 對 那你們都賣些什麼東西 我們這個是抽抽的 然後這個是手勾鑰匙 然後這個是旅包水 到目前為止生意好不好 不好 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為什麼 因為呢 目前沒有人想要 是喔 在這種活動場合 竟然出現了 清松大哥的高中大學時期的 馬吉林大哥 這下子又有秘密可以聽了 我姓林 林洪佑 我住在台北 那我很久沒看到清松了 所以就 然後剛好早上打電話 他說在收歌 趕快就帶小朋友過來 所以是臨時奇異過來 對我都臨時奇異 我沒有特別 那清松大哥說你是他的高中同學 對我們認識很久了 太好了 快三 這樣三十年了 但你比較長時間在國外生活 對 就 退伍以後就出國了 然後最近三十年才回來 三四年前 三四年前才回來 對對對 可是你跟賴清松的這個 高中同學的關係 其實都怎麼歸系的 我們不只高中 他大學是我的室友 我們三年住在一起 我們家裡面有房子 然後他就是住給他 我是他房東三年 那是 因為高中 從高中開始 我剛才跟我老婆在聊 就是這個男孩子 我不曉得女生 我不曉得女生 男孩子大概高中大學 當兵這段時間 交了朋友 就 交得比較紮實 我面文講 Brotherhood 就是 兄弟 這樣子 最少兩年沒看到 一樣 看到就 不用特別照顧我 我就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樣子 那個紮實的感覺 可能累積在一些 一起生活經驗裡面 可以隨便抱他幾個料嗎 這可能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而已 太好了 就是 他們那時候在戀愛 那我也不曉得怎麼樣 可能他有點失戀了 還是 實際狀況不清楚 好像又分開了 結果 就輕鬆就喝醉了 剛好在我的那個 房間裡面 不是 就是分住的房間裡面 就喝醉了 結果早上一起來 哇 寫了一大堆文章 寫了一大堆 四言結句 五言結句 寫了都在房間裡面 哇 嚇一跳 我在幫他親 然後看到 哇 所以他 他有一段 這個 可能那時候跟美紅 我們就是大學的時候 我是跟他高中 但是大學後來就 就認識他跟美紅 就常常 有時候有過來這樣子 就有點小歷史這樣子 就是失戀 文采就特別的崩發 就醉了 然後就開始 也不能講出口成章 是血的 有混著很多鼻涕跟眼淚的感覺 對對對 我突然嚇一跳 這樣子 哇 好厲害 可是 所以他的那個 失戀狀態跟熱戀狀態 整個人會很不一樣 對對對 醉了這麼厲害 然後怎麼很難過 就鬱嘴這樣 兩三天都這樣 然後後來跟他聊聊 啊 原來是這樣 原來如此 聽到這裡 我們是不是應該公開呼籲 賴清松先生 交出當年的這些文稿 以娛樂股東及家人好朋友們 是不是啊 不願意 那我們只好請這位高中同學 繼續爆料囉 可是說真的 如果你來農村生活 這有曾經是你的選項嗎 大概不會 因為我可能就 明週末出來就 就 就生活不下去 很多人來農村 只是當成他把田 當成他的view 他的觀光 但他做的自己原本做的是 對 沒有錯 所以就是 因為還是有實際的面 實際的面 所以我還是 會上班 就是 做我的工作 但是我太太 她是 會 也會參與這些 就是 種菜啦 有雞種菜之類的 他是很有興趣 其實這是 對的方向 只是那時候 他膽子比較大 我們膽子比較小 不敢這樣做 膽子比較大的人 就 就成果了 真的是需要膽子耶 對對對 而且 傻傻的 嗯 真的要傻傻 清松 結果你再爆料一次 其實講他很執著就這樣 就是 四年級還三年級 他就說 我要環島 但是 不要給我們老部說 結果 他媽媽就 找不到他 打電話 我不知道耶 就 也是一直 打了好幾次 一直說 我不知道 你說謊 對我幫他說謊 我幫他說一次謊 對 因為他要去 好像是環島騎車 怎麼樣 對 還是很 那時候沒有人在做這種事情 想說 快三十年前了 沒有人在幹這種事情 幹這種事情 對比較 就是 對對對 幾乎是這樣 對 那他環島回來 你看到他的時候 是什麼印象 就很高興啊 對 就是 就完成一項大事 這樣子 最後 林大哥可以給 今天股東俱樂部聚會 那個 哎呀有那個 空拍機耶 空拍機耶 陣仗這麼大 給這個股東俱樂部 今年第十三年 要不要給他祝福一下 雖然說你沒有辦法 每年來 對對對 也不能說 這個越越 可以講越成功 就是希望做這個東西 越多 那參與的人 越多 哎 那當然 剛剛我提到也不用說 弄得很大 就是說大家高興 然後 品質好就好了 這樣子 一直持續下去 對對一直持續下去 對一直持續下去 最重要 因為我知道輕松 在日本也住了幾年 那其實很多 我們剛剛看到台北市有些 哦 有錢就 開一間新的商店 然後開了沒多久 就拜拜了 這個也不是說可惜 就是你沒有持續的話 你真的弄得很漂亮 我也不一定敢去買 敢去吃 那這繼續就表示 哎 最起碼我知道十幾年 這是沒有問題的 哎 那這又講到十案 當然 但我是知道它是沒有問題的 我只是舉個例子說 這個 這個 要一直持續下去 是 比做的聲勢浩大 重要很多 嗯 謝謝林大哥 沒有不敢不敢 You are listening to 咪咪之音 我愛深溝 This is Stanley Lin 請這位林同學 為我愛深溝錄的英文ID 整個有國際fuel了是不是 接下來帶您到股東收貨劇的市集活動現場 來和各個有特色的攤位老闆們聊聊天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當天熱鬧的氣氛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火氣大的人 要看這一攤的山苦瓜老闆娘 每個人火氣大看到山苦瓜就會降火氣 苦瓜長得都很可愛小小的 老闆娘來 阿蕙 阿蕙來啦 阿蕙來嘛 我們現在變酒家了 來嘛 你來嘛 你第一次擺攤嗎 怎麼這麼害羞 對啊 有點 你第一次擺攤嗎 沒有沒有 就是這邊擺了 一年擺兩次 喔 你股東俱樂部這個聚會 你每次都會來 欸 今年好像第三年吧 第三年喔 對 那今年的這個夏天收穫這樣 你看起來跟平常的感覺有不一樣的地方嗎 有啊 很多種不起來 菜不要燒 對啊 菜都種不起來 天氣太熱了 菜種不起來 對啊 所以 像是這樣子的聚會 然後你把東西拿過來賣 你會特地挑選什麼樣的東西 比較適合的嗎 沒有欸 有什麼拿什麼 好帥氣 有什麼拿什麼 這就對了 欸我好像還看到拿耶 對啊 昨天蒙的 你去 你去客廳蒙拿 減洗口的拿也拿來賣 好 對 因為昨天本來是那個蒙來自己吃 今天辦活動順便拿過來 這個拿呢 它有寫著 小鮮肉 清澄新鮮現摸 深溝湧泉水 地產地消 你很會廣告嘛 回去像洗米一樣把拿洗乾淨 煮假湯 煮假湯 煮假湯就煮 薑湯 煮姜 煮姜湯 放進去煮啊 煮好的話再放點煮就好了 這樣就很好喝了 謝謝阿蕙 謝謝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雨薰的湯味 雨薰你今年賣的有哪些東西 今天就手沖咖啡啊 還有就是公平貿易的季賣手工藝品 公平貿易的 還有一些醃漬物那個是 醃漬物 這是阿厚跟玉瑩他們做那個 泳泉煙小黃瓜 被阿蕙打槍 阿蕙你馬上打槍 你分辨得出來梅子跟那個什麼 什麼的差別 對啊這梅子啊 你喜歡哪一個 買了沒 還沒我喜歡這個 喔地瓜 我賺的 你要好好推銷啊 這個 好好推銷 藍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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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幾次來股東俱樂部 這個聚會賣東西 第幾次 很多次了 那就好幾年了對不對 對 為什麼那麼喜歡來這裡賣 喇咧 跟一些認識不認識的人喇咧 對 那你會不會每一次都看到很不熟的臉口 青年喔 有比較多 有比較多 都是年輕人 你喜歡小仙的喔 對 剛才你講的 好可愛的阿蕙帶來他的紅皮地瓜 還有黃公菜 黃公菜是玉飲的 還有九層塔 還有冬瓜茶 他這個冬瓜 茶要特別介紹 養一下 玉妮你為什麼特地帶冬瓜茶的 沒有我就跟阿公 茶公買了一個大冬瓜 然後早上就把它切來熬煮冬瓜糖 然後就想說 因為覺得實在是第一次煮 麥實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就想說請大家喝啊 結果零月都沒有人要吃 怎麼沒有人到啊 我馬上試喝 我馬上試喝 喝了之後就可以知道值不值得花錢 比較清甜 比較清甜 而且沒有那個香精的味道 我適合到我的退銷員 對 阿蕙好適合退銷別人的東西 不適合退銷自己的東西 我自己不好意思賣 我的東西都很少賣 我現在喝到的是 對 它是淡淡的 不會那麼很濃的 你看 對真的是不收錢是對的 就是純分享 無價 沒有啦可以啦可以啦 好啦現在是 太甜嗎 現在是一口賣十塊錢可以 我覺得很好欸 不會很甜欸 不會很甜 不會很甜啊 喝的才好啊 對 是都糖的味道 還是有糖 沒有糖的味道 沒有糖的味道 我覺得不會 真的 它的冬瓜是淡淡的 那個慢慢出來的那個冬瓜的香味 真的 再來續杯一下來 我剛才也 再這樣下去 不要喝茶 對 也不膩對不對 喝太多花 是不是也不膩 謝謝 乾了 乾大 聽到這 請大家賣五歲 本台記者喝大米 不是在泡酒家 是在農村 產生的彩虹 才用自己的農產品 秋冬製造的好命啊 就這樣一桌喝 一直喝 後一湯 永生甘蔗汁 永生今天來賣那個 型男帥哥甘蔗汁 生意好嗎今天 欸 普普通通 明明就很好 我看大家都很瘋狂 就每個人手上都是拿著你的甘蔗汁在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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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來參加股東俱樂部這個擺攤 第幾次了 好 好多次喔 三次 你旁邊有兩個女人在提醒你 三次 三次 你就是擺攤 就賣東西這樣直接面對消費者 心不辛苦 不會啊 就當交朋友還蠻好玩的 那跟中甘蔗夏田還有在這裡擺 哪一個比較累 不一樣的樂趣 你都一直看你的經紀人 你的女朋友是怎麼一回事 你也是怕說錯話是不是 對對對 打個顏色這樣 回去要跪三盤之類的 謝謝 等一下還不一樣 還冰的耶 哇塞好好喝喔 欸 為什麼跟外面甘蔗汁不一樣 鹽皮下去炸的 喔 然後這是酒嗎 友善的米酒 這是米的再製品 是喔 謝謝 一口喝掉了 現在一口 這樣有一點到我夜店的感覺 就喝調酒的感覺 我們在綠國都這樣騙油就很難了 要不然第幾次來擺攤了 第三年了 第三年了 喔好 那那個你今年準備過來的東西 有哪些特別準備的嗎 請看下面字幕 下面字幕 OK好 我來幫大家報幕一下 南瓜九層塔 秋葵玉米筍 辣椒乾燥仙草 香油辣椒 辣椒粉 手工薑黃饅頭 還有紅麴 還有菸肉 教官你的最大攤耶 你怎麼一個人能夠忙這麼多東西 兩個兩個兩個 教官跟那個夫人對不對 剛剛沒有包到仙草 好 教官盯人了 還有仙草沒有包到 你自己最常吃的 自己最愛的是什麼 自己種的菜 真的是很會說話 就是不講一個 就直接講 只要是自己種都喜歡就對了 做加工品其實也蠻辛苦的 在家裡要花很多時間 對 耐心 還要加細心 還要加用心 每次那個聽教官說話 都覺得 嚴謹 意該 都會抓到重點 再經不再多 再經不再多 好 你們今天來賣的東西是什麼 仙草蜜 然後你們總共幾個人過來賣這個仙草蜜 三個人 三個 三個 那天氣很熱有沒有覺得 好辛苦喔 喊得喉嚨都好沙啞會不會 不會啊 我們是大生婆 你們是大生婆 對我看你們都喊得好認真喔 今天仙草蜜是誰煮的 我媽媽 媽媽煮的 你們第一次來這裡對不對 對 然後感覺怎麼樣 好不好玩 好玩 你們來自哪裡 蘿東 羅東 羅東 我是一來北城 對北城國小 北城 謝謝北城國小小朋友今天來參加普動秀貨 謝謝 謝謝 手工棒蛋糕 一個二十五 看起來很好吃耶 請問你是哪裡來這邊擺攤的小朋友 南澳 南澳 哪一個國小 他們是最圓的 真的喔 南澳 南澳翻過山了耶 在冰塊南 你第一次跑來出門賣棒蛋糕嗎 沒有 之前有賣過別的東西 真的啊 你喜歡賣東西嗎 對 喜歡喔 好可愛 可是你們真的很辛苦 那棒蛋糕昨天晚上主做的 有些是昨天晚上 有些是今天早上做的 你自己喜不喜歡吃 喜歡 然後今天是跟爸爸媽媽一起來 對 那你知道今天來參加的這個聚會是什麼嗎 收割的 收割的 對 你以前參加過收割的聚會嗎 有 所以你也下過田 有啊 你會下田大概做過哪些事 有收割 茶羊 還有剪福壽爐 很多耶 所以你們家也是友善跟做 我們有種過三年的水稻 有 三年的水稻 爸爸說種過三年水稻 今天大熱天啊 可是收獲的時間就是這種季節 你們怎麼願意大老遠從南澳跑來這裡 爸爸說 應該就是來參與嘛 就是想要多多了解一些大家這樣 所以你跟青松大哥跟股東俱樂部也認識很久了嗎 認識三四年了吧 感覺好像每年都應該要來一下 真的喔 真的 而且這個股東劇一年有三次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算是 你們算是最勇敢的 挑最熱的時候 就是收獲劇 但是也是很歡樂的氣氛 那像冬天啦 或者是春更的時候也很值得來 對啊 就是只要沒什麼其他事情 有空就會過來 對啊 你們有品牌名稱嗎 叫做 沒有啦 因為每次來賣的東西都不一定 好隨性喔 真好 謝謝 那個幸福之味的老闆娘 是 幸福之味老闆娘 你是每一次幾乎股東俱樂部的這個聚會你都在啊 每次都會 我們巴拿宜蘭就都有來 都有啊 對 那這個這樣子的在這裡擺攤 跟大家互動這些 這些經驗你印象中有什麼有趣的事嗎 應該是很多事情是我小時候會做的事情 比如就是那個插秧跟疙瘩 是我小時候跟阿公會做的事情 可是後來就沒了嘛 然後又到都市去工作 可是回來又到宜蘭又找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感覺還不錯還蠻好 對 所以是自己想來感受這些 而不是主要為了賣東西 沒有啊 我都在逛啊 我都當消費者啊 然後都在玩啊 然後攤位給老闆顧就好啦 我們就先消費再說嘛 對那老闆躲在柱子後面很苦情的 對 你都去玩 都是我在固攤還有兩個可愛的小朋友 你叫什麼名字 叫米欣 你也會幫忙賣東西對不對 會 好棒喔 還有姐姐 姐姐叫什麼名字 周米欧 幾歲 八歲 這邊在賣饅頭是嗎 哈囉 我認得啦 我認得啊 怎麼了 我看過你 我為什麼變原住民腔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忘記了啦 怎麼稱呼 貴鷹 貴鷹對不對 對 那貴鷹姐姐是賣限量手工饅頭嗎 對 早上現做的 喔 而且它看起來那個 這是南瓜 南瓜饅頭 下面這邊是黑糖 看起來就很健康好吃耶 對 那 還拌一下很大很大的人送來在這裡 像美紅姐借的 喔 今天天氣很熱耶 對啊 我已經忙了一個早上 嗯 然後從八點站到現在 為什麼八點 因為做了五份啊 喔 真的啊 辛苦了 那個 待會我們把那個 人流呢 一次性了 好都吸引過來這邊 yes 必須的 太好了 萌萌你在玩戳戳了啊 對 看起來賭性堅強的萌萌會戳到什麼呢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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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萌萌 萌萌莌得到什麼 三十六號是什麼獎品 灑螌的Blue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 是一個小孩子的賭局 出出了那個賭局 是一個幽浮 幽浮 摸摸得到一個幽浮耶 陀螺 謝謝 謝謝 請問這裡的老闆是哪一位 全部都是老闆 好 那 我是那個電台的主持人 可以請你們幫我誰 介紹一下你們今天賣的東西嗎 我們有三個 好 冰娘檸檬水的手工鑰匙圈 然後這是戳戳的 那目前哪一個生意最好 檸檬水 為什麼 你們覺得 因為因為夏天 然後大家來口渴吧 對 那你們今天這一家店 然後賣這麼多東西 同學又這麼多 你們從哪裡來 我從人生來 他們從三星他們從羅勃 所以你們是互相不認識的人嗎 認識同一個學校 哪一個學校 北城國小 北城國小 好棒 那你們是第一次來參加股東 我是第二次 他邀請我們的 我們是第一次 我們也是第一次 我是第二次 好 那今天這樣目前為止 生意還讓你們滿意嗎 不滿意 男生兩個說還可以 然後女生都說不滿意 你們是負責檸檬水 檸檬水賣出 我們全部都一起 負責 但是他們 大部分都是在負責 我們的薪水分配 一人一百塊 真的 有沒有 有沒有哪裡最辛苦 覺得什麼最辛苦 檸檬水 叫我 叫我 叫賣最辛苦 然後到處找去賣鑰匙圈的時候 真的 可是你們都 好認真 好棒喔 加油 北城國小的小朋友 這一攤很難訪問耶 這一攤 就某某嘛 然後老闆自己忙著花錢對不對 那個 方怡今天是負責賣咖啡啦 沒有我今天是負責幫他擺攤的 幫某某 幫我的老闆 你的老闆就是某某 我幫他扛行李啊 然後另外一個煮咖啡在這裡 所以一翰你的咖啡是有賣的吧 我剛剛坐在那邊 然後你一陣咖啡箱過去 好享受喔 那個一翰 你介紹一下你的咖啡 我的咖啡喔 我們這個是用那個 友善鳥的咖啡豆自己烘焙製造的 等一下友善鳥 嗯 鳥也有分友善的 不是鳥友善 是它種植的方法是一種 友善熱帶雨淋的鳥類的種植方法 基本上就是把咖啡樹種在森林裡面的一種想法 那這是一個美國的Smithsonia博物館 他們發的一個認證 它證明說這個咖啡源是有機且友善環境 那這個咖啡豆還有另外一個認證是友善雨淋 那它認證的主要就是看這個環境 就是他們種植環境有沒有友善 對這個雨淋的環境有沒有友善 那就表示對我們也我們會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友善環境的 種植方法的咖啡豆 所以我們買它回來自己烘焙 如果自己喝以外也烘焙給客人這樣子 你自己也是非常喜歡喝咖啡的 你覺得那個這樣子友善環境的咖啡豆喝起來的 跟一般的是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口感可能不會說太多的不一樣 但是在對於我們的心理上 我們會有更大的算是更大的滿足 或是覺得不會對這個環境造成太大的負擔 其實這是比較精神層面的東西 那我們一般喜好咖啡的人 我覺得也可以順道了解一下它的成本相對來講會比較高 是的 大概是怎麼樣的落差 怎麼樣的落差 那基本上同樣的品質 同樣的價錢會可以買到就是等於是第一個品質的 因為它那個是咖啡他們會有品質的話就是口感跟風味 但是這種咖啡豆本身它的產量比較低 所以它在那個價錢上會以你就是同一個價錢你可以買到 假設它人家是A Plus的級數它大概只能買到B Plus或是A而已 就是通常價值它會買到更口感會比較差一點點的咖啡豆 咖啡的價錢它除了口感以外它還牽涉到產地 對 對 比如說摩卡或是藍珊它讓有特殊產地的那個價錢就會很可怕 對 那個我滿難去說的 謝謝 但小間蔬菜是可以買得到易漢烘焙的有像咖啡豆的 可以可以 對 也就只有小間蔬菜 目前只有小間蔬菜 謝謝 這一路聊下來發現大家在炎炎夏日裡擺攤雖然辛苦 但是在青松大哥家的農舍四周圍城一圈 人群聚集的歡樂聲也同時被四周的田園包圍著 微風徐徐 吃飽喝足 再來要做什麼呢 參加青松大哥舉辦的股東聚會 除了吃吃喝喝好幾輪交朋友談天說地沒完沒了之外呢 還有個特色就是座談分享會 而今天要分享的人就是我 林大米 關於米米之音這個農村廣播和股東俱樂部的孽緣 到底是怎麼開始的 所有的內容都是當天獨家放送 現在當然就不提了 不過精彩的內容還有很多 像是分享會現場有許多第一次來參加的股東 說到自己為什麼來參加股東收貨劇的原因 我們一起聽聽看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 對對對也是今年才加入股東的 那有沒有覺得這個很惡搞的一個活動 不會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本身我是台南人 所以那也是在鄉下長大 現在也是在都市工作 所以就是周末有空就會帶小朋友出來 就是比較鄉村的地方走一走這樣 這位小姐貴姓 我姓吳 吳小姐妳好 請問為什麼今天要參加這個活動 只有我這樣子訪問嗎 對 因為我是新的股東 是喔是這樣子 然後我一直都很喜歡欣松大哥的故事 對 對一直都很佩服 所以今天就很開心來參加這個聚會 對帶著朝聖的心情 聽到吳小姐這麼說 大米又忍不住要挑撥離間了 我問了在場的美紅姐 她一定常常聽到有人說 嗯我很喜歡輕鬆大哥 這種話對不對 究竟身為太太 她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很複雜欸 對啊 什麼複雜欸 什麼複雜欸 什麼複雜 愛恨交織 什麼複雜 是不是要去跟那個人 不要啦 其實蠻開心的 輕鬆其實蠻博愛的嘛 妳也很愛輕鬆吧 我沒有啊 沒有嗎 有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對不起 所以妳習慣了對不對 不會啦 大家都其實蠻喜歡她的 蠻愛她的 其實現在既然美紅姐說話了 我們要說現在 越來越多人愛美紅姐了 尤其自己有美紅廚房之後 對嗎 欸我覺得我這個品牌 我女兒那天才在講說 其實妳現在姓什麼都不重要 妳姓美然後叫紅姐 因為大家都叫美紅姐 對 對啊從小的鳳梨到大的 很老的人連主委都叫美紅姐 我們說八十歲的阿公叫妳美紅姐 對 那五歲的鳳梨也叫美紅姐 對 恭喜妳 永遠不老的美紅姐 對美紅姐 好 謝謝美紅姐 接下來 這位正妹怎麼稱呼 我很高興被人稱正妹 所以是阿萬姐嗎 對 因為前兩天有人叫我阿姨 所以有點我覺得 剛才有正有講過說 妳都叫美紅姐不行 我比 我跟美紅變成會 所以我也叫人說 叫我俗願姐 我是來這裡平均年齡的 我就可以降低 因為今年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阿萬姐姐眼裡只有小鮮肉 大家小吃 哈哈哈哈 我姓陳 我以前都蠻喜歡聽廣播 那妳那個 什麼迷迷之音阿 我想我會在上FB聽聽看這樣子 蠻不錯的 還有剛剛妳講那個 妳跟你媽媽的對話阿 其實我媽媽現在 像我媽媽已經中崩阿 她就是 沒辦法講話 我蠻懷念我以前跟她在 就是回家的時候跟她對話的信息 所以說我想會 先聽聽妳母女之間的對話 應該可以讓我一些 蠻不錯的感受這樣子 回想一下自己以前那個 回家的時候 跟媽媽對話的那種感受這樣 謝謝妳給我們這個 這個檔案阿 像我們以前跟我媽對話 也沒有說 什麼把她錄下來阿 所以說這個可能 以後都不可能有了這樣 其實蠻高興來到 就是每年 其實我老婆喜歡做動作戲這樣子 那我來這邊的話就是 載我老婆過來 東西擺了 我在那邊 到清松她的這個 農舍阿 東晃晃西 晃晃看起來 感覺蠻舒服這樣子 所以謝謝清松 他們都提供 每年都提供這種訊息阿 然後我老婆都會 她有空她就會過來這邊 就是參與這個活動這樣子 那我最喜歡就是買那個 美紅做的那個 那個什麼 和煮米那個 那個泡茶 那個不錯 在這場分享會的尾聲 我們還玩了一個恐怖的遊戲 叫做真心話大冒險 現場開放股東們 自由對大米提問 而我呢 當然也不會客氣的 反問一個很犀利的問題 這個遊戲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誠實 所以到底我們被逼 問出了多少真心話呢 你好 我是有聽過 冥冥之吟的第一集 好像是 一個下雨吧 下雨的天氣 然後是 你才買一個 外國人跟那個 對對我有看 我有買 然後 我想問的問題是 因為你現在是因為清松哥 所以待在 所謂專門報導深溝村的事情 那之後有想過說 擴散整個宜蘭的農村嗎 的狀況這樣子 記者吧 其實我的 只要一做節目 其實就是在擴散 但是我至少 我希望自己是聚焦 我先從這個農村開始 然後這裡的人 只要我方便約訪的話 我的好奇 我就可以去採訪 可是這個人會延伸出來 其實就是到世界各地了 我指的是他聊的東西 都不會局限 只是在這個地方而已 然後主要是我覺得 聽的人自己的那個聯想力 那也就都不是只有在這個農村 這是因為我自己 對廣播的熱情 我知道他有這個魔力 所以名為 雖然有朋友跟我說 你只那麼局限定名字 叫我愛深溝 很小耶 我說他一點也不小啊 就是那種是有一種 你最好就定心完 你根雜在這裡的感覺嘛 所以我不擔心說 會不會讓人覺得 就是一個小地方小眼光 小鼻子小眼睛 隨便他們怎麼講 但是你只要聽了以後 發揮自己的關懷 就是對這些人做的事情啊 或對這個人的故事 有感興趣 他能夠延伸出去的 都不會只是一個農村的事情而已 可是當然我最終我希望是因為 用聲音紀錄一個農村 然後讓大家知道農村 對農村的想像更寬廣更有趣 然後覺得很值得好好保留下來 那他就會是可以一直複製的 然後在台灣可以複製在別的地方 如果有人移民到了國外 他們也可以去複製 就去自己生活的地方 去複製這些有趣的東西 就好像這位朋友回饋的一樣 我其實只是純粹 記錄我跟我媽媽的互動 可是如果有那些延伸 他也自己去做了 巴拉巴拉巴拉這樣 就好啦 就好了 也沒有要為什麼 這樣子 那我可以問你對不對 交過幾個男朋友 哇 哇 這是大冒險 真心話 要真心了嗎 我要想一下啊 想一下 就算不出來 應該兩個吧 可以想一下名字嗎 喔 我忘記了 萌萌 萌萌 你覺得在家裡沒有電視看 會不會很無聊 不會啊 太厲害了 好了 我被他打敗了 這個時候小孩 竟然可以奉妳 因為我有玩平板電話 我有平板電話 為什麼 平板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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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的破功了 最後 是賴媽媽 使出長輩級的殺手鐧 終結了這一場真心話大冒險 我聽妳說一下就淺淺 你結婚了嗎 你跟我想的一樣 我還能結婚啦 不行喔 奇怪耶 就沒有人追啊 不行喔 奇怪耶 是年紀很大了啦 不然怎樣 本集節目 感謝股東俱樂部輕鬆迷贊助播出 謝謝收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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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